Lanana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talk 的時間 今集的講述段要跟大家說說玻璃膠 玻璃膠不是之前有提及過嗎 沒錯 如果你想看玻璃膠如何使用 你可以看看裝修華的影片 但今天DocDoc教你們如何弄走玻璃膠 如果你發現有些東西弄了玻璃膠 但真的不行 要弄走 首先考慮玻璃膠乾了嗎 如果玻璃膠未乾 你就趕快用水清洗 擦走玻璃膠 理論上就可以再弄 如果玻璃膠已經凝固了 怎麼辦呢 就要看看玻璃膠的表面黏了什麼 然後就要看 如果表面很容易受到外力刮花 就不要再用刀刮刮 否則你可以用刀刮 輕輕地割走玻璃膠 如果真的不會刮花 又乾了 怎麼辦呢 可以用香蕉水溶解玻璃膠 然後輕輕地擦走玻璃膠 什麼叫香蕉水呢 都是一樣的 看看裝修華的影片會幫到你的 最后如果玻璃膠黏在手上怎么办呢 玻璃膠黏在手上未溶的都是用水抹就行 如果凝固用水都弄不走的 你可以加少少洗衣粉 用洗衣粉拌水擦几下应该都会弄得走 但是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一个薄膜 就算用洗衣粉用简液去冲也冲不走 也不用怕 等它干了之后它会像以前小时候玩牢作的白胶漿 你可以慢慢撕走整块薄膜起来 其实也可以清除玻璃膠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今天问问多偷的时间就到了 问问多偷 宜蘭逐个足 拜拜